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东北的普吉 完全没有人身自由 万事都要听日本人吩咐 甚至还要祭拜日本的神明 不能祭拜自己的父母 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性命 日本投降后 普吉连夜逃亡 害怕被日本人抓到杀掉 逃亡中的普吉被苏联人抓过 当作战俘关到了战俘营 并出停止任日本人罪行 日本政府被审判结束 普吉没了 利用价值 被丢到了西伯利亚 任其自生自灭 幸而被中国接回 普吉接受了九年的劳改 然后找到了一份工作 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成了一名普通的百姓 普吉还找到了新的妻子 李淑贤 李淑贤当时还是一名护士 但是普吉对其很是疼爱 两人最终结为夫妻 婚后的生活也是特别甜蜜 普吉对其照顾有加 有以此 普吉说 要带李淑贤看看自己以前的家 也就是紫禁城 于是两人就来到了故宫 但让普吉没想到的是 自己进入故宫却需要买票 普吉被检票员拦下来 普吉被折了面子 对检票员说道 这是我家 难道我需要买票 检票员头都每台对普吉说道 你谁啊 普吉顿时醒悟 自己已经没了以前的身份 连忙买了两张票 和李淑贤一起进入了故宫 看到自己居住了十几年的地方 普吉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不论是哪个地方 普吉总能说得头头是道 在一旁 那李淑贤也听得津津有味 转着转着 普吉就来到了光绪生前居住的房间 光绪并不是普吉的父亲 普吉看到房间里挂的照片 发现照片挂错了 就找到了工作人员 告诉他们照片挂错了 让他们更换 这时候工作人员说 不可能错的 我研究十几年的清朝 还不知道谁是光绪 普吉淡贤说道 这是我爹 原来工作人员将光绪和赛峰搞混了 专家听后修会的无地自容 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清朝历史 却在故宫中将皇帝给搞混了 幸亏普吉提醒 要不不知道这个照片还得挂多久 我可以讲解一下 我可以讲解一下